南港區戀城立帳沈長慶 拿著海報就仔細端詳 研讀上面的重要訊息 接著在里半辦公處外牆 挑選中間行物位置 把海報貼上 原來這是新台北有線電視 向里民宣傳數位化政策的海報 提醒里民儘快安裝數位基上河 在我們這裡服務 是服務真的很好 但是我們現在就 政府在推這個基上河 希望里民趕快 趕快裝這個基上河 這是政府的政策 另外一頭南港鴻福里長劉明康 也立刻將拿到的數位化海報 貼在里半門口 提醒里民安裝數位基上河的重要性 因為從今年12月開始 南港地區即將配合政府政策 邁入全區數位化的里程碑 對 就數位部分 政府現在政策就是 要關閉類比 還沒有賺的 要看新台北的這個收視 我們鄉親 還沒有賺的 儘快請他們來把它抓好 以免看不到收視率數的影響 今年6月底 台北士林北投兩區的有線電視 已經全面數位化 11月內湖區也同步進行 12月也將啟動南港區數位化機制 凱博大寬評 楊明山 金平道 丹文山 新台北數位有線電視總經理王建文表示 有線電視業者將秉持一貫出衷 協助民眾降低訊號轉換時造成的影響 提供更好的數位化服務 讓收視戶盡早享受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 帶來的高品質視覺饗宴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曹東華 採訪報導